如果我要去选中华民国的副总统或者总统的话 我可以拥有美国国籍 只要我不放弃 只要美国不答应你放弃 只要美国不答应你放弃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拥有美国国籍去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是的 因为你符合他的条件 你有去放弃 他没同意 这样你懂吗 我的天哪 这就是台湾政治的现实 跟我那个时候出来 那时候国民党压迫 我们大家都很讨厌国民党 不一样了 因为国民党虽然是个强盗 可是比较像梁三伯的 就是说你骂他他还会检讨 民进党是完全没有章法 又恶心又贪污恋财 无所不用其极 那是不就很简单吗 对不对 就是我说我跟陈思梦一个跑曼谷一个跑上海 那萧美琴在电视访问说 我就到AIT去放弃了 那你说那是不是假话 我们两个都得东跑西跑朝第三国 你就在AIT放弃啊 就给我的 OK我是律师 我知道这话讲话 他没有放弃 就这样 然后我就赶快上我们律师专有的网站了 一查 果然如此 他到今年十月还报税 那你都放弃了 对不对 他每年报税 过去三十年每年报税 我的解释 他会不会 我们假设 他把这个美国公民放弃了 但是他还是继续交税 为的是将来有一天 他可以恢复美国公民 会容易一点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国公民不能放 不会恢复了 不会恢复 就是你放弃了 就不能再恢复了 呀 各位朋友你好 我是史东 最近在台湾 正在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和副总统 现在弄得很热闹 也吵得很厉害 最近有一些issue 我想跟您趁这个机会谈一谈 这个两个人都是副总统的候选人 这两个人都被人质疑 他的竞选资格有问题 这个什么样的资格 就是他是不是中华民国的国籍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 那么我非常高兴在今天节目中呢 为你请到一个我已经认识很久了 但是今天头一次有这个机会呢 非常荣幸请他在节目中和我们见面 那就是邱章 邱女士 那么讲到这儿呢 我们把邱女士请入我们的画面之中 邱女士你好 非常谢谢 非常欢迎 老朋友你好 我们赶快切入正题 这件事情您可以说连续写了几篇文章 一篇是针对萧美琴的 一篇是针对柯文哲的副手 就是吴欣盈 你能不能趁这个机会 为我们点一下题 为我们介绍一下您这篇文章 或者是两篇文章的内容是什么 OK 第一篇文章是萧美琴 我跟萧美琴是同年进入立法院 我是2000年被选成民进党部分区立委 他是2000年不晓得做了什么 也是做什么 好像也是做立委 那我们两个都需要去放弃美国国籍 因为他从小就有美国国籍 他是在美国上电书的 那我有美国国籍 我是从美国回去的 那台湾的内政部 是因为反正就很复杂 在台湾居民 就是你要身份证才能投票 OK 那如果你只有护照 台湾护照 你是国民 不能投票 这样你懂吗 萧美琴 因为她从小 又是日本人 又是美国人 那她要当台湾居民 所以她就发生了很多问题 我很了解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我也面对过 我怎么会 我是拿台湾护照出来的 可是我来了以后不到两年 台湾的居民证就被取消了 为什么 因为我常常批评国民党的执政 所以他们就把我取消了 OK 后来呢 我回台湾 我只有护照 我没有身份证 我就不能选举 后来呢 好像很多人 包括很多从美国 在美国的台湾人 都一起抗争 然后呢 游行示威 后来不晓得在哪一年 忽然我们的居民证 都恢复了 OK 那居民跟国民是不一样的 在台湾 那所以 统治阶级 如果要控制选票 它就 让你保持你的台湾国民 可是居民就把你干掉了 你知道 它一做 你就不是 你就没有身份证了 对不起 我打个岔 我打个岔 对 您说的居民证 是不是就是身份证啊 是的 就是身份证是吧 是 就是你要去换的时候 它不让你换了 哦 这样 然后你说的这个国民 就是护照 是的 哦 好好 对不起 我打断 不会 这很多人都弄不懂 萧美琴到今天都说 说不清楚啊 这些将来要变成 国家 代表国家的人 这她说不清楚 OK 居美琴说了 萧美琴说了很多次 都说不清楚 好 2000年 因为要做立委 我必须放弃 我的美国护照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呢 我就跑到AIT去 说我要放弃美国护照 他们说对不起 放弃护照 必须在第三国 你到美国国务院 看到标准 还是有的 叫 Renounce your citizenship 然后呢 我就说 那我在AIT 为什么不行 他说台湾不是国家 所以不行 你要到外面去 所以呢 我就跑到上海去了 OK 那时候还有一个立委 很有名 叫陈思梦 他是陈布雷的儿子 陈思梦那一年 也好像也是不分区 他就跑到曼谷 急急忙忙的跑到曼谷 去放弃他的 美国国籍 最后来萧美琴 居然说 我是在AIT放弃的 我马上就知道 他没有放弃 因为AIT不可能的 我们都是2000年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你的意思就是 萧美琴 从那个时候 一直到现在 一直没有放弃过 美国国籍 对 因为放弃美国国籍 很容易 你就拿那一张 美国国务院 发的证明就可以了 那个证明叫做 就是上司国籍证明 国务院通常最快 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 最慢两年之内 一定会给你 那这一次呢 有一个比较可爱的 副总统候选人 就是那个赖佩霞 他就去放弃了 大概他讲的比较坚决吧 所以他就拿到那个 那个certificate for loss of nationality 那所以呢 他是确定放弃了 OK 从来没有看过什么名单 说谁放弃 不可能的 好 那我就跑到上海去了 上海的美国领事馆 前面有两条线 是排队的线 第一条呢 是来拿visa的 来申请签证的 OK 排得满满的 排到后面去了 另外一条 是来放弃的 只有我一个人 我就站那 结果领事马上就出来 叫我进去 跟我说 你是台湾的立委吧 你是来放弃美国国籍的吧 我印象好深刻 他还请我进去 OK 他没有请我喝茶了 然后他就叫我填一张表 那张表上面就写说 我申请我要放弃美国国籍 给他看 然后他看了一下 他就说 你知道放弃美国国籍 也不简单 OK 你必须证明 你没有被法律胁迫 你有没有被法律胁迫 我说有啊 台湾是双重国籍的国家 那我可以拿美国国籍 我也可以拿台湾国籍 可是我现在 因为另外一条法律 是陈水扁搞出来的 他要证明他爱国 他爱台湾 爱台湾 我们就都得放弃 我们的residency 那我现在 我如果不放弃 我没问题 我再打算一下 我的问题啊 难道不是陈水扁的话 做中华民国立法委员 就可以用外国国籍吗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用外国国籍 我们是同时都可以保有 美国国籍跟台湾国籍 因为台湾到海外去签证不容易 因为台湾只是 它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以前 他们是为了便利 所以让你可以拥有两个国国籍 这是很好的啊 可是陈水扁那时候 要选市长选这个选这个 哇他很会闹 他就说 我们爱台湾啊 我们爱台湾一万年啊 你们这些拿双重国籍 都是不爱台湾 所以以后做公职 不可以有双重国籍 就是在这个之前 在这之前 在中华民国认公职 是可以有双重国籍的 是的 你看李庆安 我那个事情 他们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而失职了吗 啊 李庆安 李庆安不是因为自信被漏出了 他辞职了立法委员不能干了吗 是啊 他做了好多年 他从来不知道不能 后来变成不能了 他没有采取行动 哦 是这么回事 OK 是的 因为李庆安也是我揭露的 所以啊 后来 后来我就跑到上海 对不对 那领事问我了 我说如果不是那条法律 我是不想放弃的 他就说好 我懂 就拿个大的 当 一下在我的application form上说 reject 就是不准我放弃 OK 他说你现在你可以回去 你说我放弃了 可是他们不准 让你懂了吗 所以就是说 我可以放弃是我的志愿 可是他不准 那是美国的权利啊 没有说陈水扁叫你放弃 美国就得听陈水扁的话呀 所以呢 我后来就拿了那一张就回台湾了 我当然没有去跟任何人讲 因为我觉得国籍本来就是一个很严密的隐私权的问题 那陈水扁要玩这样 那美国不配合他玩 那不是我的错 后来呢 我才发现很多立委都还有美国国籍 后来也有很多立委 当我资深了以后 很多立委来问我这事怎么办 所以我就跟他讲 就这么办 他们就通通去 通通保留他们的美国国籍 这个跟我原来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我以为做任何中华民国的公职 包括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都必须要是中华民国国籍才行 因为你要放弃美国国籍 是要美国同意 你不可能跑到台湾去申请放弃美国国吧 所以陈水扁可以立这个法 可是他的立法的程序 不够详细 不够完整 就是他就是为了选举随便立个法 害了好多代的人 所以说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现在 现在情况你看到 在中华民国从事公职 甚至我们今天讲的 副总统的候选人 你要选副总统 你可以同时拥有 中华民国跟美国国籍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看这一次不是问题出来了吗 有三组啊 包括郭台铭那一组啊 包括那个柯文哲那一组啊 全都是美国人吧 是不是 都是美国华人 那所以就说出来了 因为我不晓得了 说不定你比我年轻很多 可是在我那一带 所有的人都是来来来来台大 去去去去美国 所以我们北一女的同学会 都是在美国开的 我们那时候觉得说 这没有什么可想的 我们如果住在台湾 共匪要来打我们 OK 所以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美国 然后练科学 因为这个有诺贝尔奖 有这个有那个 反正都是这样 所以在我们那一带的价值观 还有我们对于自己国格的认定 是这个样子的 那现在我还是那句话 我真的没想到 谈话会谈到这个点上 现在如果我要去选中华民国的副总统或者总统的话 我可以拥有美国国旗 只要怎么样 只要我不放弃 只要美国不答应你放弃 只要美国不答应你放弃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拥有美国国旗 而去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是的 因为你符合他的条件 你有去放弃 他没同意 这样你懂吗 我的天哪 这个太 这就是立法者的水准太差 就是我只能这样讲 然后呢 我觉得史东啊 你应该知道 后来我讲这件事情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好你继续讲 继续讲 台湾有一个叫做 是民进党的网军组织 叫做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OK 哇 名字好大 是网军 然后呢 你只要有任何跟民进党的 那个大老板他们的思想不一样的 他马上就出来了 然后就把你的文章放在下面就写 错误 OK 并或我们查错误错误 可是萧美行这件事情 他们真的搞错了 因为我觉得台湾大部分的人 不会再去追究了 既然有个事实查核中心 那么权威 还搞那么久了 错误错误错误 可是他不晓得 我不一样 我受过美国法律训练 我的英文已经讲了50年了 OK 这个问题就是说 事实查核中心 他们里面有说 美国国务院 它居然假造 美国国务院的公文 美国国务院每天会有那个公文出来 然后呢 公文出来 公文叫什么呢 叫做 Federal Register 订阅 Th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